作为中国三大古建筑群之一 以孔福 孔庙 孔林为代表的屈服三孔古建筑群 历经千年风霜洗礼 依旧风采不见 在他容颜不老的背后 有这样一群能功抢将 他们传承匠心 坚守传统修缮记忆 让文物青春常驻 8月10日 记者走进位于孔子顾里山东屈服的孔庙 二三十位来自彩画 牧座 瓦座等不同工种的古建筑修缮师 正在对部分文物进行修缮和保护 1300多间房屋 3.2万平方米建筑面积 将人们终日穿梭于三孔古建筑群中 为保经沧桑的门房 阁楼等建筑定期做保养 三孔古建筑工程管理处技术士主任邢海洋介绍说 目前屈服三孔古建筑的修缮工作 主要是推荐于2015年启动的三孔古建筑彩绘保护工程 这是自清末以来 三孔古建筑彩画首次进行全面系统的大型修缮 我们三孔古建筑维修工作 每年都会有 近几年最大的一个施工内容就是一个筛化的维修 像一些古建的维修我们也在做 古建的筛化是经过这几千年的风吹雨打 慢慢地已经脱落了 已经失去了对文物的保护作用 为了确保对文物更好的保护 我们就开展了这个筛化的维修施工 到现在我们已经进行了六个施工维修任务 年过半百的王明亮自成副业已入行近四十年 最擅长修缮彩绘 他告诉记者 彩绘既能帮助古建延年益寿又承载厚重文化 为存留历史信息 他们在施工前为古建彩画手工绘制小样 拍照存档 在维修过程中 他们更是坚持采用传统原料与工艺 让修缮效果更持久地保存 王明亮说 做古建筑修缮考验细心耐心 要能吃苦受累 每当看到老祖宗留下的宝贝 在自己手里起死回生 油然而生的成就感 支撑着他坚守岗位 从我们干完活以后 别人的同意 也就对我们的肯定 是吧 从我们手里把老祖宗留下的东西 能继续往下发展 发扬 能到后一辈 或者直直直直直 能看到我们这个古建彩画的一些风采 今年60岁的三孔古建筑工程管理处 木工队副队长田振水 19岁跟随师傅学艺 经他手术后 重换光彩的古建筑不计其数 田振水在接受采访时说 与其他地方的古建筑相比 三孔建筑遗存 多以明清两代为主 有较为严格的等级制度 都具地域特色 修服这个古建筑的时候 还是原来的构建 原来的这个样式 用原来的这个 用这个原材料 原工艺技术 生活最大的就是给人 老师父们一开始 学到技术了 学到这个 老一辈这个工艺传统 三孔古建修缮队的匠人们 大多来自修缮世家 从祖辈 父辈 传承手艺 代代接班 目前 古建筑修缮保护工作 正面临纯承人断代问题 匠师们的年龄 集中在40岁至60岁间 他们退休后 老手艺或将濒临失传 据三孔古建筑工程管理处 工作人员介绍 为避免这种情况发生 近年来 管理处正通过改善职工 福利待遇等措施 吸引更多年轻人 加入古建修缮团队 更多精彩 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